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炸裂上线 24位实力rapper齐聚 再唱经典风险曲 赢得全场肩胶 网友这才叫中国说唱 这首歌是东北说唱歌手 董宝石江湖人称老旧 在中国新说唱2019上的一首原创歌曲 虽然老旧在节目中没淘汰 但他们这首歌却是该机最火的一首 被很多明星都翻唱过 时隔三年再唱还是这么模型 大背头BB机 舞池里的007 都被初代霹雳地 DJ求我也着急 不管多热都不能妥协我的皮大衣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画一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 我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过不成 左边右边摇摇头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窗蝶猴 只想闪耀的灯球 2018年王以太在中国新说唱 全国总职赛六进四中被淘汰 但他的这首目不转睛 却征服了听众的心 没有很炸的flow和押韵 但是整体编排很巧妙 旋律抓耳十分耐听 获得了2018年度十大歌曲奖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你丢的爱正在看你懂待你热灵 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 穿不在意 哦 你的余光 飘向新的气象 飘向你的 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 你的位置长得像我 正面这边无依靠 招起二龙腿 想让我仔细敲 成人脑海中的想法 已经开始非常棒 2017年中国有嘻哈半决赛 晋级赛中 Guy 热狗 张震月 黄旭 一起演唱凡人歌 其中虎山形的四季奠定了Guy 夺取冠军的基础 被网友称为次举风神 五年过去了 盖将他和蒙着眼睛走 混编再唱 真是气吞山河 还是那最纯正的江湖味道 除了前面三首火遍全网的歌曲 《我的心意》 头文字剔 《星球坠落》等歌曲 关注说成的朋友 一定胡会陌生 这些实力强劲的歌手 但我也更加期待 后续巅峰对军